假如你的信心不能成长,你的信心不能增长,其也定只有一个,你没有过的时间去认识上面的国语。 我再说一遍,不圣经才能够让你的信心成长,阿们啦! 听说没有,神的国语不仅告诉我们有关于阿们的联合的记忆,祂也告诉我们方法,如何得到祂的意志和公益。 所以,这就在乎你,在乎我,在乎个人,零受祂的意志和公益,很明显的三一意志和公益的信心拦阻, 是我们对神国语的不羞生的福祉。 有人这样说,哎呀,上帝有祂慈命的时间,有一天我一定得到一支的,有一天神一定会封命我的。 当我告诉你,这绝对,这绝不是圣经里面的上帝,因为圣经说上帝,卓智、金智、迟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意思是说,每一天,上帝没有指定的一天,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最好的时机来抑制你,来够定你,阿们 所以不要给摸给骗的时候,我等那一天,上帝没有这个时间表了,所以本来讲,每一天都一样的 用等的那一天,今天,而跟何况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今天就是救赎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阿们 弟兄弟,圣经告诉我们说,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执行上帝的过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结果 你的心里会增长,因为你认识上帝的过瘾,增长了 第二,很重要,很重要的,我要跟你说,认识自己是灵人 认识自己是灵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大概也很熟,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他一起来读 一二三,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我,你看,都变成新的 我太喜欢这段经文了,我常常背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是大有能力的经文,里面包含了无穷的道理 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当然他就是,他就是 圣经没有说他或许是,他即将是,还是等到天堂的时候才是 圣经说,现在你就是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原文 新造的人的意思就是,新创造物,annutiation 当然,如果你看来看去,你信主之后,你的外表还是一样的 你没有任何的改变,是吗? 这里的新造的意思就是,你内裁的人,不是值得你外裁的人 因为,同样的经文,同样的书,保罗有讲过另外一句话 在哥利多后书第十章十六节,他这样说,你一起来说,一、二、二、三 所以我们不许在,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是外,但里面的人却是不恨心 因为你,你的头发会变白,你会有很多的皱纹起来,一片子一片子 你的手脚会不灵活,但是里面有一个人,那就是真正的你,你会越来越更信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靠着那里面的人,你是靠着外面的人去行,去生活的话 你就活得好像行事走路,虽然你信主,你跟别人没什么样样 别人主,你身份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从来没有让你里面的人来引导 里面的人才是真正的你,你可以讲那边啦 弟兄姐妹,神告诉你,你的spare mark,你的器官都会摔倒 但是你里面的那一个人,那个灵人,是一天比一天更新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就好像认识他能一样模糊 除非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有重新重生的生命,除非他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 不然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灵人,就算心理学家也无法认识你 除非他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也自己都不认识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们是一个灵人 看我,我是一个灵人 我是一个灵人 有各魂 冰住在身体里 冰住在身体里 所以说,医术里面 医生啊,常常不以为人的构造只有脑部和身体而已 当他们进行手术的时候,里面还有一样东西 他们把它称为撒痪是潜意识 所以人就有意识和潜意识 可是人并没有潜意识,我要告诉你,人并没有潜意识 因为如果有潜意识的话 圣经会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人有潜意识 医学界一直在找的这个潜意识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灵人 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称呼他 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 所以才把它称为潜意识 可是你必须要重圣 信主得救,你的灵才能够 让上帝重新被造 是否在这种潜意识 你还能够到这个潜意识 你还能够到这个潜意识